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慈善晚宴 觉得很兴奋 说现场气氛相当激烈 就比如说拍卖一个到北京看三天奥运会 夸他就拍卖了三百万美元 到巴黎什么去两天就一百五十万美元 然后到了下半场 就是一举手就是一百万美元 一举手一百万美元 他很兴奋 可是后来人家跟他讲 你这明星你自己玩这个 你根本玩不拽 你有没有这体会 我觉得那个呢 第一个慈善这东西在可能在中国来讲 我觉得应该就像我们说 咱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 我想慈善在中国来讲 跟国外跟发达国家暂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就我们的慈善环境 目前可能还到不了 到不了那种那种地步 还没那么火热 没有没有没有 你觉得你对中国这慈善有什么想法 黄姐 我是觉得现在愿意做慈善的人 还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除了奄然的这个 这个我很了解了 比如说像有那个幸福基金 还有幸福工程 什么这些的话都在开始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但是我跟你讲 比如说我们要采访李亚鹏 你在网上可以问观众 你想问他什么问题 很多很多人 都要问他一问题 就是他干这事 他自己得了什么好处 得了肯定是有好处 什么好处 首先我觉得是帮助我自己的女儿 这个在去年 我们成立这个基金的时候 我也是就是直言不讳的讲 我说我做这件事情 很大的一个程度上 是为了帮助我自己的女儿 因为他是一个 毕竟他有这么一个天生的 算是一个缺陷 那我们除了帮他 这个做一个医学上的治疗以外 父母之心 我们希望能够 从再给他一个心理支撑吧 那么包括让他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心态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 这个事怎么会让他有一个健康向上的心态 一定会有影响的 因为第一个呢 你比如说现在他才一岁多 那可能我们周围的朋友也好 或者说一些朋友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公众吧 也会有种说法 说那个小 那个鸭儿真是一个小天使 他的到来帮助了这么多人 那我们希望他感受到 从他的出生开始 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他可以感受到 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的美好的那一部分 哎呦 这真是深情的父亲 就是因为天下父母 你有小孩的 我相信只有父母才会为孩子去翻来覆去的想 彻夜不眠的想 然后最终去决定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直言不讳的讲呢 首先帮也帮到我自己的孩子 我为了让他能够有一个健康的 一个心理成长的一个环境 那么当然了 在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一定是帮助到这些 其他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小孩了 那这是我最初的想法 嗯 到了这个现在吧 我们也大概做了 呃即将满一年了 满一周岁了 我们这个基金会 那我现在也还觉得除了帮了我女儿呢 基本上这个我觉得 哎按照我们那个预想的再走吧 我觉得也帮到我们自己 呃 也不光是我自己 就是所有参与我们基金会的这些志愿者也好 医生也好 医护人员也好 工作人员也好 就大家在真的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其实每个人的心灵是有所得的 哎 我就看到他就说 这一方面是说女儿啊 他这个这个呃 我看好像你博客里就讲 就说有这么一个雄心 我希望比如说到我女儿长大了以后 他能够知道每一个这种小问题 都是特别正常的 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的 而且希望就是公众 因为以前对这个可能不了解嘛 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没有接触嘛 那我们就在去在社会上去推广去帮助这些孩子 推广这个事情 那可能到我女儿长大的时候 大家在听到这个陈恶烈 就跟你听到感冒一样 很正常了 那他看这些人的眼光就不是那么好奇啊 惊奇啊 或者说是戴着有色眼镜的 那把这个事情 把一个事情就是把它公开化 明朗化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去帮助 不光是帮助我的女儿 包括帮助所有的这些家庭 这还是需要很大胆量的 这个这个真的是要下很大决心的 这个去去把这一件事情 对对对 但是我们最开始也不是一步一步 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吧 也不是一下就想到要自己来 完全的自己来做这件事情 你刚才讲到就说有一种幸福感 这个我还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说你你现在比如说做慈善 包括你的本业演戏啊演艺啊 还有说这个生意吧 再加上家庭 我不知道这些占你经历的这个比例啊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占到我一半以上 就是严然基金会的事情 那我有一个打算呢 我想用两到三年的时间 就是会持续目前去年这个状态 因为既然成立了嘛 既然做了 包括现在也在逐渐的学习和这个了解 这个这个一个基金会的制度啊 规章啊 包括也建立我们的募款制度啊 资助制度啊等等等等吧 就是我我觉得如果我能够用两三年的时间 把所有的规章制度制定好 把我们的团队建立起来 我就觉得很庆幸了 因为它确实是个很很繁杂的一个工作 两三年之后 因为以我目前的人生阶段也好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财富的积累阶段也好 我还没有到一个说 我要去啊 我现在不做事业了 我以后后半生我去做慈善 其实我不是 我只是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吧 你很多企业家做慈善 但两三年之后 这个基金它会自己长大了 然后它就会自己去管理自己 我希望是两三年 它会有专业的管理人员 对对对 你知道它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什么 就是特出奥运 特奥会 特奥会 特奥会的发起人是肯尼迪家族的 其实特奥会本身的话呢 你知道它是 它本身实际上就是为了 让生意有缺陷的人 不要这么自卑 它要让它就是 其实特奥会本身 它形势是在那 它不是 他们这个基金还是替人家去 开的就是做手术 还是什么 特奥会的话 没有就是没有任何治疗的过程 给他精神上 给他们一个 也给他们一个舞台 没错 这个精神上的 帮助 其实有的时候 跟物质上头和真正手术 和这种样的帮助的话 是一样大的 甚至更大 对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有个体会是什么呢 从目前来讲 我们资助的人数 其实只是很 杯水车薪吧 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出来做这件事情 我想是给那些 就同样家庭的这些父母 包括这些小孩本身 我们给了大家一个 心理上的支持 就是一个 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可能远远大于 我们资助的那个人的数目 我觉得就是 推脊及人 就是感受到对女儿的那种心思 我刚才 咱们做节目之前 我还问他 我说这个纯恶劣手术 做得最成功 能不能完全看不出来 我不知道这个合适不合适 说他刚才还讲 他说总会有一点点痕迹 他说如果说真是能成功到 完全看不出来 他跟太太当年都犹豫过 那要不要说自己女儿的这个事 有可能就不说了 有可能就不说了 所以你就这种心情 他们准备了一个段子 我觉得你是当众表达这种心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国有240万的纯恶劣儿童 如果我们都帮助他的话 我们需要240个亿人民币 我想我们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站出来 说我们的孩子是一个纯恶劣 我们从心理上支持了所有 像我们一样的父母 我们给予他们一个心理上的支持 我想这是我们真正能够做到的 谢谢 谢谢 刚才咱们看见天使极心晚宴的盛况 我有一个问题能不能问你 就是说一说到这种慈善晚宴 你知道一直以来就有人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五星级大酒店 那家伙冠冕云集 一桌一万块钱两万块钱 这事你把这个钱为什么不捐给贫困孩子 为什么要搞这么豪华豪奢 那那个办晚宴的钱从哪来呢 这个钱你说把这个钱捐给孩子 这个钱是从哪来的呢 那我告诉你一个我们的一个数字好了 我们去年做那个晚宴呢 那我们当然通过自己的多方的这个朋友的支持啊 包括一些企业的支持啊 免费啊什么的 我们大概成本只花了 具体数说不上来 十几万人民币吧 对 比如说家里中心的产品 可是我们募到了一千两百万 对啊 这就是晚宴的意义了 我们通过 其实晚宴只是一个形式 通过这个形式 让大家愿意捐助的这些人 在这个在这么一个场合下 把这个善款捐出来 那一定是说我们募到的钱 是远远要大于我们的募款的成本的 是 他的那个比例不是像你想象的 就是说真的花两万块钱买一个的话 你你算一下 可能他的成本 可能有的那个网友 我叫我照我看 我就大概是希望到这个西北贫困农村 大家现场一苦思甜 然后吃着窝头 咱们来干这个事情 现在讲 其实在全世界都提倡一个词叫快乐慈善 哎 给我们讲点 快乐慈善就是因为怎么说呢 其实慈善捐助是这个世界上 全世界来讲都是一样 就是说社会财富再次这个均衡的 最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我们通常的方式是什么呢 比如说各个行业 让国家通过税收 那收到国家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收到国家的国库 然后国家再拿这些钱呢 来比如说去做公共设施啊 做教育啊 做医疗啊 什么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财富 重新再分配的过程 那么成本最低的一种 就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呢 就是做慈善 就是让这些 已经就是拥有了财富的人 拿出自己的钱来 然后通过一些 就是这样 非政府组织 NGO了 就是然后通过这些慈善组织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种援助活动 资助活动 去帮助那些收入低的人 人群 需要帮助的人群 这个成本是最低的 其实某种意义上 是为这个最终 军贫富做点贡献 对 其实是 所以说一个一个国家的慈善的 我我我个人觉得了 就是一个慈善的怎么讲 一个慈善的普及程度 多少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吧 那你要说文明程度呢 我还想你比如说最近 这个他们好像他说一年 这个燕燃这个基金会行政费用 不超过十万 说你说这是中国算是最有效率的基金会 我想是至少是之一吧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呢 这钱不就我我原来说过这事 就是跟一个人吃饭 我们吃饭 我们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他说我是做慈善生意的 我说什么还有个慈善生意呢 他说呀这个你们不知道 有规定 就你弄目到这个这个钱呢 有10%可以归你资格 当然可能不是归你资格 是不是就是说行政费用或者办公费用 他说我们这两三个人 是吧 我要拉一千万 我这个10%是多少呢 哎 这个每个 他说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 就中国政府规定的 像因为我们是属于 燕燃天使基金是属于国家的 它不是我个人的 公募 对 它是属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 燕燃天使基金 那我们是一个公募基金的情况下 国家是一个规定 就是你的行政支出 不能超过你每年的这个善款支出的 这个10% 你每年可以拿出 上限 对上限 你可以拿出10%来作为你的行政办公费用 那么我们现在的行政办公费用大概是九万六千块 一年 我们的办公室大概只有15平米 我们拿工资 拿薪水的工作人员每个人一千五百块 做慈善其实有是有条件的 有什么条件 第一 你的生活 首先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 你才能有这个闲的时间来出来做这些无偿的工作 第二 你还需要一个好的社会资源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资源 你怎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们做的这个事情的话 大家能够要越过去 是跟王菲利亚彭打交道 要想到他是为这个社会做一件事情 以这个出发点 因为这个真的是 这是很容易把人的眼睛视线全部给混乱掉的一件事情 因为说白了 你们两个人是太大的明星了 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就是所有要的组织是那种巨兴群的组织 不是所有人招架的了的 因为这个就等于有点像那个 号召力嘛 Brad Pitt和Angelina的在美国的 那个就是他们去去去做非洲的慈善 还有做媒体 那个操作的话 说老实话 那是一个班底的操作 那真的是一个班底操作 然后的话 在美国也有很多非议啊 说这俩人一天到晚跑非洲去 又是抱孩子 又是怎么怎么着 是为什么呀 对 一般是说什么作秀了 甚至是伪善了 什么什么说什么都有 对 所以当明星到这种时候的时候 就是当你到了你现在的位置 既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 从另外一方面的话 可能也给你带来一些特别惆怅的地方 有 比如说我跟那个宏基会的秘书长 王秘书长 我们以后就这样聊天 因为现在呢 我也接触到 因为这个基金 我在这再证实 就是解释一下 这个基金成立以后 就跟我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属于国家的 对 其实依然说不是他的 不是我 他不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或者说是我个人的 或者说是李二的 没有关系了 我们只是一个发起者 我们捐献了这个基金会的第一笔钱 让他成立了 那么成立之后呢 我们在 我们也是 今天我的身份也是一个志愿者 我也不拿这基金会的一分钱 但是我要去推动这个事情 就像洪王刚才说的 可能我们今天确实具备一点点这种 毕竟是个公众人物嘛 那他相应了多少 还是具备一些这个推动能力吧 那么在 燕尔天神基金 在这个成立之初的时候 也坦白讲 我们的这个推动力 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 那我们现在能去 成为一个推动力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我就去做 至于这个闲言碎语呢 我觉得 就我们的个人性格而言 还可以去抵御 不存在 不会在我们的 你们俩应该 抗打击能力 已经是很强了 这些基本上我不去想这些事 现在岁月我不去想了 我只想了说 在我今天还能有推动力的时候 我就推它三年 在三年以后 我希望引进更多的企业家进来 新的这种推动力的介入 包括我们要成立我们的理事会 就是我慢慢的要抹杀掉 就三年以后 我会逐渐的抹杀掉 我们两个人的个人色彩 但是在那天之前呢 抹杀掉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机构了 有一个运作的班底了 有一些长期合作的捐赠的企业了 有一些新的这个推动力进来以后 我觉得那样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退出了 这基本上是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路子 工程宣退 最终建起来了 因为这么说呢 不是说我们怕麻烦或者是不想做了 如果想让这个基金真的可以持久的发展下去的话 我们一定要做这一步的 因为你长久的说我占据在这个位置上 我说我今天不用去给任何人做解释 是因为我知道我以后要怎么做 到一天到有一天我们全部都退出的时候 也不说完全退出了 就是我们会 比如我也不做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基金会的主席 也不做理事长 最后我可能就变成一个理事 我变成一个成员 我的身份就是最初的一个发起者 我们可能计划是说是 每年那个选举一次那个理事长 轮流制 那么让新的这种能量和这个人的精力 因为精力是有限 我说三年以后 我也要去照顾我的家庭跟孩子 那比如红房那时候 有时间了 我来到这个位置上做两年 然后我撤 文涛说我来做两年 行行行 这个我觉得才可以一个良心 人家亚风的理想就是 带到山花烂漫时 他在从中笑 开拓久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跟我一说 我倒是觉得 就过去一般人会觉得 就像你说的 这夫妻俩大明星 所向无敌 那家号召力多强 而且风风光光的感觉 实际上背后一肚子苦水 这事有多大难处 你觉得最难的感触是什么 最难的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 要付出时间 我在这一年里 我说我奉献了150个工作日 其实不止 肯定不止 再难处就是 那很多细节的小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想 今年晚宴 我们想推出了两件事 今天的晚宴 针对去年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我们想 以后就持续跟艺术家合作 就是画家或者雕塑家 美术界的这些 原本人家都说 他们俩一出来 明星都给面子 好像感觉群星会似的 现在为什么跟艺术家合作 因为毕竟首先是 我们放弃了基本上 去拍卖奢侈品 因为我们自己 我可以不听别人的闲言碎语 但是作为一个机构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给公众一个 就是一个形象 因为你没有机会 跟每个人都解释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就放弃了跟奢侈品的拍卖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个慈善机构 如果我们再去拍奢侈品 什么珠宝首饰 可能会引起 在目前 我们不用去评论中国的现状 我们只说现实 可能在目前中国这个 这么一个情况下 会引起更多的误会 对对对对 可能很多人就会 就像你说我做一个晚宴 还有这么多人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对对对对 Cinco 酒店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又搞奢侈品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又会说什么 你们在想 在豆腐啦 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们也会顾及到一些 作为一个机构来讲 我们会去顾及到公众的反应 所以我们就去去发起这些艺术家 包括近这几年中国当代艺术品 也是非常非常火爆吧 那么这些艺术家的这种 在解决了他们的这个 我说了任何人做慈善 要首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他们现在也有这个愿望和这个时间 包括经济能力 愿意来帮助我们的基金会 这是我也让我特别高兴的 你像现在平常 你觉得最头疼的事物是什么 最头疼的事物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 我们会接触很多这个层面 包括很多这个行业 那么大家来介绍这件事情呢 多多少少都是带着一定这个利益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 要交换 对 但是现在我已经这个 我的心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现在已经就是不像一年钱了 我现在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那么大家在这儿如果可以